大家好 升旗易得獨 今天是2024年2月7日 今天是星期三 繼續來到星期三的晚上香港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詳細揭露 今天的重點時事 繼續是時事焦點 繼續是國際球星美斯 這一節是一如我們的預料 我們有時預料就是透過客觀的外圍證據 各種的推測 證明推測可以很準確 只要 足夠的證據夠多 近兩天我們一直推測 美斯在日本 是會落場的 果然美斯 一到日本 就是 徹底復活 非常精彩 因為 香港有大量的玻璃心 要瞬間 粉碎 這一節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各位記得繼續做好 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堅持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各位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方法真的是非常非常之簡單 所以請各位記得幫忙 就是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敬請各位記得幫忙做 可能會有聽眾 可能會問我們 播到甚麼時候呢 總之 你方便 總之你可以播放多久 跟你正常 打開電腦 打開其中一個視窗 一樣 理論上你開電腦那麼久就可以播放那麼久 最重要是你 覺得做得到就可以了 好 繼續回來看看美斯事件 我們早兩天也推測 美斯 到了日本 是會落場的 結果我們先來跟大家講講最新的情況 然後我們再來一個分析 據說美斯 是去到日本 在60分鐘之後 就是原本是後備來的 就是後備上陣 下半場 熱身 已經引發 是全場的日本球衛 全場控毒 早在 3日之前 今天是2月7日 3日之前就是2月4日 2月4日 美斯 就是報稱 是不舒服 說這個大腿受傷 所以拒絕 在香港就是上演 這個表演賽 我們一直都分析 美斯 去到日本 一定會作賽的 有幾個原因 首先 美斯在香港 由始至終 口黑棉黑 也沒有接受記者採訪 有很多藍絲 還在繼續說 我們稍後才恥笑那些建制派 用藍絲來形容也未必正確 因為這次 已經有很多人發現 這個建制派 是出盡全力 想借這個美斯事件 是大搞一次是義和團出來 你會看到 所有親建制的人渣 全部共野一路 連這個 屈永賢也出來撰寫文章 說這次 中國人要團結 更加證明 美斯這次真的做到事 還有很多 非常愚蠢的論點 包括 就是 美斯不關政治事的 你們全部錯誤解讀 美斯的動機 關不關政治事 不是最重要的傻豬 美斯的動機 也許 跟政治無關 不過我們已經分析了 就算動機無關 結果跟你有關 結果影響到你 結果影響到你 政治 所以美斯想甚麼 是不是真的重要呢 結果是 你說共政府陣腳大亂 所以那些藍絲很好笑的 死人也跟你說不關政治事的 那些黃絲不要再圍勞了 不用圍勞的 盲的也知道 你的局長出來 說很痛心啊 只是這件事 我有時候笑了 如果不關政治事的 局長為什麼要痛心呢 他不痛心 我怎會有得笑 你就叫他不要痛心 那就不關政治事了 再一次看到香港的所謂建制派 還有藍絲那些 質素挺惡劣 又跟你說 不會的 美斯一定不是跟政治有關 結果跟政治有關 他們 又當看不到 跟政治無關 那你香港政府出來譴責了甚麼 那關你甚麼事 你又出來譴責 稍後再駁斥他 繼續看看美斯的情況 美斯 在香港全程都沒有說話 厚黑面黑 好了 是不是受到傷患困擾呢 有些人說他因為被人嚇所以不開心 不開心 應該是發生在被人嚇之後 按照這個說法 但是美斯 在抵達香港之後 就已經 徹底 是厚黑面黑 保持沉默 也不願意對著 香港的所有鏡頭微笑 但是 時隔只是三天 大腿的傷患 就從這個美斯 身上 徹底回復 我認為美斯真的有傷患 美斯的傷患 不是主要在大腿上 美斯的傷患 在他的心裏面 他去到一個 令人覺得噁心的地方 覺得很不舒服 還要看到一些 噁心的人 好像想買起自己 用自己來幫這個地方打卡 一個叫做李家超 一個叫做陳厚波 所以 美斯心痛 心有事 心有事 不方便下場比賽 內心受傷 所以 客觀的證據是看得到的 美斯一去到日本 生龍活虎 更加上場比賽 據說 全程 美斯在 球場上面 又跑又扭 戰鬥力十足 跟美斯 自己所說的大腿傷患似乎 是尖不上邊的 所以我們也大膽 推測 美斯是有受傷的 不過受傷的不是大腿 受傷的是他的內心 看到一大群港共人渣 內心受傷 所以就上不了場 你一去到日本就知道他會下場 因為你見到美斯 表情不同了 也主動出來 開記招 然後見記者解釋自己 在香港不舒服 如果美斯告訴你 我心痛在香港 那你又是被人說上綱上線 然後你香港那些 又是戰狼上身 又說不關政治事的 但是 這次要團結中國人 你說真是很矛盾 說這次不關政治事的 你們不要打飛機 但是要團結中國人 這次是民族事件 你真的看到 你真的看到一大群藍絲 跟那些建制派 是夠膽 一直大叫不關政治事的 一直說這次是民族事件 要團結中國人的 到底他們自己說的是甚麼 其實他們知不知道自己 是很矛盾的 所以是不是很好看 只是看到 異和團病毒發作 你就已經覺得這件事值回票價了 美斯 藍藍 黃黃 恨不恨錢 我其實覺得一點也不重要 如果他是一個恨錢的無恥之徒 又搞到你 跟他 作對 跟中共作對 跟這個 萬千的建制派中人作對 我覺得更加精彩 不過很可惜 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 因為美斯 所有客觀的證據和表現 也充分反映了 他很明顯是針對 香港而做的 如果你看回整個案情的分析 如果美斯真是大腿受傷的話 對於一個真正的球員來說 其實是一件很困擾的事 如果真的有傷患在身 也沒有理由 在三天之內就回復 如果你說他早前厚黑面黑 是跟傷患有關 坦白說 應該就算去到日本 傷患也存在 對一個球員來說應該 是很大的 困擾來的 也不會隨隨便便 跑到牆 所以 種種的客觀證據也指出 美斯 根本 受傷的地方 不是大腿 受傷的地方 在其他地方 但是 不方便告訴你 免得你玻璃心就粉碎 所以美斯 非常漂亮地處理 他還要去到日本才說 在香港就不說 去到日本 解釋在香港未能作菜 感到很失望 而且也很希望 再有機會前往香港 所以尷尬的仍然 是香港的一群義和團 義和團跟你說不關政治事的 扶清滅羊 扶清滅羊也不關政治事 跟政治無關 叫你們不要打飛機 真的 我覺得他們真的太厲害了 好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 暫時揭露到這裏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這個Shar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或者贊助本台 如果各下 PIA 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 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 VPN 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 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rk VPN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 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 VPN 串發 SURF SHARK SU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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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 VPN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 VPN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 VPN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 VPN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 VPN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在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完成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